1867年成立的同制医院 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中医院 现在医院设有五个专科 150年以来 一直秉承的宗子就是不分种族 宗教、国籍、一视同仁、赠医师药 这么多年来 更为新加坡培育出很多中医人才 当时招考的中医师 是不是都是来自中国的 早期的中医师 是在移民那里 有些是他们认识中医的 吸收进来做医师 由1901年开始 同制医院就第一次招校中医师 直至1983年 每三年就举行一届 断断续续一共举行了24届 后期呢 现在我们就直接在南洋大学中医科 奖学金的制度 吸收新的 由年轻的中医师加入我们的团体 同制医院一直面对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呢 精快又一直来我们都为这些奔波和努力 最重要就是要找回我们的比较继续的 人家的捐款 但是这些呢 我们本身都有多少那些产物来收租 收租这些都是成为我们一个主要的入息 同时要社会他们乐捐 周不时都有几年一次就一个比较大 是受款活动的 所以你支持这个一百五十几年 一直你都是这样经过的 药物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 但是心灵的健康也都非常重要 同制医院希望每一个来到医院的人 身心灵都同样健康 所以就在医院的大堂 贴上弟子规 传授道德伦理的中国价值观 我来到同制医院 见到有孔子像 还有写了很多弟子规 这些是我们同时经过 集思营一起想出来的方法 就是怎样提高我们的医生 我们的病人和我们的研究 对中华文化的重视 我们就希望在这个医院里面 发扬这些中华文化 我们就鼓励我们的研究 我们和员工一起 病人医生 一起来学地之规 同制医院 今天已经成为新加坡最大规模 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医院 这里为大众提供 完全免费的医疗服务 我觉得就是实践了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的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 大家同舟共济的精神 大家记住订阅 点赞 和分享我们的超艺理想频道 记得要给我们一个like 好的呀